切记,如果你到西藏旅游,千万不要进白色帐篷,否则一个人进两个人出,想走都走不了。 首先我们来说说西藏人使用的黑色帐篷。 这种帐篷藏族人日常生活使用频率最高,用的是棕黑色的牦牛皮缝制搭建而成,经过风吹日晒,沾染上了很多生活气息。 所以黑色帐篷越用越黑,由于牦牛皮子非常结实耐操,防风抗寒的功效也是一举。 所以,住上黑色帐篷,即使是大冷的天也根本不用担心。 而彩色帐篷相较于黑色帐篷就非常稀少了,彩色帐篷是用彩色的碎部块或者是碎部条拼接缝制而成的。 从远处看去,彩色帐篷就像是长在青藏高原上的一朵七彩花朵,艳丽无比。 不管是远观还是近看,都有种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 这种帐篷的使用频率较少,一般用来办理家族喜事才会搭建, 就比如家里的姑娘嫁人,儿子娶媳妇,甚至是孩子满月,老人过寿等等等等, 彩色的帐篷也代表了藏族人欣喜的情绪。 用时髦的话来说,就是不较硬景。 最后来说一下西藏的白色帐篷,在这三种帐篷之中,最罕见的就是白色帐篷。 白色帐篷是用白色的羊皮或者是油粘制作而成的, 这种帐篷一般很难见到,但如果你幸运见到,可千万不要进去, 否则这里边的东西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坑。 因为这种帐篷专门是为了招女婿使用的,里边有一个黄花大闺女在等着你。 我们在那边,可千万不要进去,地帐篷专门。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估计,在 Back to the P ch in. 我想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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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适订阅 适专,